商门口大牌长龙 星巴威政府发行新的小额货币 包括两元硬币以及两元和五元纸钞 终结十年来没有本国货币的局面 但是领导前的民众很不满意 我对我来说我不喜欢这个币币币 他们说他们要带新的货币 这是新的钱 但这不是新的钱 这是我们用的币币币币 所以没有改变 星巴威政府从2009年 因为恶性通膨全面改用美元等外币 今年6月宣布结束美元化政策 只允许本国发行的债券货币 现在更进一步重新推出星巴威币 但是面额太小 五元新钞相当于台币十块 只能买一瓶汽水 而且一周领取上限150元星巴威币 引发抱怨连连 更糟糕的是 原本11号就该发行 却延迟到隔天才供应新货币 让民众信心大失 星巴威政府表示 预计未来半年将发行10亿新钞 并且会推出面值更大的纸钞 只不过由于现金短缺 加上长期干旱 民生用品缺乏 国际货币基金估计 今年通膨率高达300% 推出新钞是否能挥别通膨噩梦 还需要后续观察 当然希望女方编译